随着这个中国政局的变化 这几年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成为焦点 关心中国政治的人越来越多 是吧 原先翻墙只是看个黄片 听个音乐 是吧 下载一个工具的 现在都转向这个时政 那么关心中国政治呢 其实有几个问题啊 几个简单的常识 应该要搞清楚 这些常识其实都不复杂 比如说这个 我们经常听到的军队有一个口号 叫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这个公职人员现在面对宪法宣誓的时候 宣誓词也开始调整了 那么先说这个军事上吧 那么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这是一道常识题 大多数人都知道 党指挥枪 对吧 其实从来就没有指挥过枪 一直是枪指挥党 中国最有权力的是什么人 从古代帝王开始算 是吧 天子十二时 大国六时 下国一时 凭军队来控制国家 是吧 历朝历代没有例外的 中共建政以后也是一样 靠军委主席来管理这个国家 其他东西都是胡扯淡 对不对 那么毛泽东时期 凭借他的威望 他能管理住军队 但是他本人就是一个草头王 对不对 他是中共内部最大的一个山头 井冈山这个派系的创始人 从秋收起义你就能看得出来 秋收起义上了山 他娶了贺子珍 杀了王佐 袁文禅 揪战雀朝 混不下去了 跑到陕北 到陕北呢 刘吉丹就壮烈了 是不是 其实中共所有的山头 都是靠军权来塑化 党从来就没有指挥过枪 党一直想指挥枪 但到现在为止 没有成功过 目前习胖的这个军改呢 也不可能成功 因为军人不会像一个 连军理都不知道用哪只手进的 这种军委主席来效忠 所以呢 这也算是个报应吧 是吧 呃 呃 我们知道中共军类的山头 它主要是由各个根据地 就是红军创立时期的各个根据地 以及 呃 长征初期的三个方面军 加上陕北 有这几个部分来组成的 其实这个 到了抗战以后 八路军改编 三个方面军改成三个师 那么 陕北这一支呢 因为刘志丹牺牲了 所以他就把他打散了 分配到三个师里面去 这是 算是一轮参沙子吧 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是吧 因为抗日战争时期 它有一些敌后根据地嘛 解放战争时期 发展的这个四野 以及东北的留守兵团 那么 建国以后 那么 部队的三头越来越多 但是 主要的其实 还是这么四五个 是吧 八路军时期的三个师 加上 长期坚持游击战的新四军 基本上就这几个 那么 军队呢 他一直在这些军头手上控制的 包括毛泽东在内 他首先要获得军人对他的效忠 绝对的服从 他让你唱《三大纪律》《八相注意》 唱完之后 让你拔个司令员 互相对调 屁都不敢放 直接就走人 对不对 他这种权威 自他死后没有人获得过 包括邓小平 邓小平是通过分润这个模式 换取了各地对他的支持 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以及后来的两三轮战 获取了军权 军队呢 闹出过很多笑话 胡锦涛时期 关于这个江泽民代理 延长军委主席任期的 这些故事一直在流传 包括这次 西方上台的时候 胡锦涛全退 连军委主席都让出来了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担任过军委主席 对他来说就是个空架子 他指挥不动任何一个兵 那么到了习胖手上 习胖被迫利用他长辈的这种关系 把二爷的一个将军 二爷这个张忠迅副司令员的儿子 张又霞 到了退休年龄 继续把他留在军委的位置上 为什么 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的兵 他这几年抓了一百个将军吧 差不多有一百个将军 但是有什么用呢 军人首先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在部队你要战队 你要有派系 没有后台的话 除非技术军官还有点希望 真正的普通军官 没有派系的支持 你根本就不可能混到中级之城 你根本不可能混到校官 更不要说将军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将军 他背后都有一些关系 老首长老上级 是吧 我是谁的女婿 他跟谁谁谁是校友 谁谁谁败过靶子 那是哪一个老首长的外臣 一般都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军类呢 盘根错节 他们不断的节庆 扩大他们的关系网 通过同学的网络 是吧 战友的网络 通过这个血缘关系 亲族关系 哪怕入罪的也算 都算投效嘛 对吧 所以军队这个清洗呢 它是很难的 习胖一直说 军人要听从号令 是吧 哪一个军人会听他的号令呢 他认为他能调整 北京周边的一些军事主观 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啊 别说军队了 连北京的警察都开始收脚枪械 原先一个派的说 可能有五把枪 三杆长枪 两杆短枪 现在这种防暴 是吧 楚突小组 现在可能只有一把长枪 一把短枪 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表示出 他内心的恐慌 军权不在他手上 或者说他没有达到 他预想中军改的目的 中国的问题一直是 枪指挥党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没有所谓的现代政党 现代国家 中国不是 中国算不上现代国家 也没有现代政党 中国现在给你看到的呢 跟国际社会中其他形态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要拿西方国家的这个民主制度 来套用到中国模式上 不可能 因为他本身就是两个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现代国家 他一直还在这个王朝时期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产物 如果你不能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你对中国尤其是这个中共的框架 它的结构 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 更不要说去进行解读了 所有的故事都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上 那么你推断出来的 必然是一连串的笑话 其实呢 中共还有一套文官制度 也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到目前为止 执行的还是王朝时期的惯例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